血栓溶解剂治疗介绍 因为目前医师诊断您的家人发生了梗塞性脑中风 为了您家人的权益 我们特别以一段短片 帮助您了解血栓溶解剂 在治疗梗塞性脑中风的效果与可能的副作用 什么是梗塞性脑中风 梗塞性脑中风是一种急症 主要原因是血管内的血栓造成了脑部血管阻塞 导致脑部得不到氧气 造成脑部永久性的伤害 这就是一般所谓的脑部血管塞住 这种中风不但有可能造成残障 最严重可能造成死亡 中风了怎么办 中风之后要小心注意 因为中风范围可能会扩大 中风症状可能会恶化 脑中风的病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机会 可以恢复到正常功能 现在 医师准备用一种药物来为您的家人治疗 如果能够快速地溶解血栓 就有机会减少脑部伤害 这种药物叫做血栓溶解剂 它是一种人体内本来就有的自然成分 当病人注射了这种血栓溶解剂时 会使体内这种自然成分增加 而溶解血栓 这种血栓溶解剂需静脉注射 持续一个小时 血栓溶解剂是一种最新的中风治疗方式 目前没有其他药物可以像血栓溶解剂一样 能有效地治疗梗塞性脑中风 您的家人若使用血栓溶解剂 将会增加33%复原的机会 血栓溶解剂于1996年 在美国核准使用于中风病患 于2002年开始 经卫生署核准使用 只要符合健保给付规定 血栓溶解剂一般不需要额外自费 一些特殊情况 如年龄超过80岁 症状太严重等 健保局并不给付 但依照国内外脑中风治疗指引 可以考虑治疗 但这时必须自费 虽然血栓溶解剂是目前 所能建议最好的治疗方式 但有危险性 100个使用这种血栓溶解剂 治疗的病人 有6个病人 可能因此脑部出血的危险 也可能会因而死亡 不过死亡率并没有比不接受 血栓溶解剂注射的病人高 某些疾病会增加使用 血栓溶解剂出血的危险 若您的家人有特殊或重大的疾病史 为了病人的安全 请您主动告知医师 目前在医学上 没有办法保证 不会发生严重的脑部 或是身体其他部位的出血 但在治疗后 我们让您的家人住进家户病房 密切注意一切变化 并尽一切可能来防止及处理副作用 血栓溶解剂必须在脑中风发生的三小时之内使用 超过三小时以后 有可能增加脑部出血的副作用 所以希望您能在观看短片结束之后 尽快做决定 如果您选择不要接受血栓溶解剂的治疗 我们将会采用其他的治疗方式 病人的权益也不会因此遭受损害 当您签名之后 代表您已了解这项治疗 所可能带来的好处和危险性 并且表示您已同意或不同意 接受血栓溶解剂的治疗 感谢您的收看 祝福您平安